那这个是FDA 目前三个上市的 Nivoluma,Pembrol跟Artero 那Nivolum有相当多的许可症 包括黑色素细胞癌 肺癌,肾脏细胞癌 淋巴癌,然后头颈癌 跟膀胱癌都有 那Pembrol目前有 黑色素细胞瘤 肺癌跟头颈癌 那Artero另外一个药 有膀胱癌跟肺癌 有这个美国允许的 这个病,你可以用这种药物来做治疗 但是今年五月份 一下子多了三个 Dovoluma,Averum 另外这个Pembrol也可以用在膀胱癌的 今年的五月份,上个月而已 美国FDA核准了三个药 可以用来治疗膀胱癌 表示什么,这三个药都有好 那这个好不好,对大家好不好 一定很好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这个三个药如果将来到台湾来了以后 这以后只够了,这卖30班 有竞争就会降价 有竞争就会降价 最早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40万 没有竞争,当然都很贵啊 有一个人进来了以后 就马上掉到30万了 现在有三个进来了以后 我再猜啦 可能将来或许20万 最后就可以买得到也不一定 不知道 好,这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一个实际的一些例子 我有一个病人 肾脏细胞癌 56岁男性 民国94年诊断 94年 那98年就已经到处转移了 到肺部啊 骨头啊 什么肾上线 这个病人参加各式的凝床试验 从苏藤 苏埃特 然后呢 凝床试验了以后 回台再来吃健保的苏藤 然后用健保的这个 艾佛罗尼姆 我不知道中文话怎么翻译 艾佛陀 然后呢 复发了以后 用西的那种 第二届白痴 用西的 因为它肺部扩散 然后没有效 又去参加另外一个临床试验 叫做莱佛提克 没有效 又回过台来我们诊 用自费吃一个叫做 阿西特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药 怎么中文翻译 这个 伊亚特 这个刚健保 今年才刚通过 他那时候从 从几年前就开始自费 吃了三年 吃到他说快破产了 他说他实在没有钱了 他说他不要再吃 再吃回来 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自费药 叫做Sirolimus 那通通到最后 到去年年底 又没效了 但是呢 这个病人撑了多久 从扩散到现在 已经撑了八年了 用了所有的药 台湾所有的标靶药 他通通都用过 都用过了 你看啦 去年的七月 肺部还干净 结果才过了四个月 马上冒出几个小白点出来 而且冒出好几点 就跟他讲 今天没有药不知道要怎么 不然就看他要不要打这个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打了四个疗程 这个白点 这两个白点 你看马上都缩小了 现在还在打 还在打 但是又花很多钱而已 他说继续花钱 又要再卖房子了 这没办法 但是这个病人呢 用这些药物 从扩散到现在 七八年了 目前又被控制下来了 癌细胞又压下来了 效果相当的好 那可能这个病人运气好了 刚好什么都有效 那这是我们另外有一些病人 好像用Atero 治疗 你看这个是参加临床试验 治疗前 这个肺部里面一颗一颗的 治疗后 打三次而已 每三个礼拜打一次 三次以后 干干净净 找不到癌细胞 到现在这个病人 用三年了还在打 因为他用临床试验 他不用花钱 所以效果相当的好 就继续一直打 那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三个药都有能用 三个药 我老实讲 三个药叫我说 哪一个谁好谁不好 很难讲 就大部分都是以病人的体重 用哪一个药 算下来 哪个药最便宜 用这个建议给病人 那 这是另外一个 Pembro 治疗泌尿上皮癌 这也是 打了七种化疗 有油啊 到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这个脖子旁边长了一颗 这个肚子里面长一颗 那打了几个次以后 脖子这颗就消掉了 到年底 去年年底 已经不见了 这淋巴扩散都不见了 都没去 目前打了一年半 肿瘤没有复发 问题出来了 病人写 要我们写个 这个病人是医院的同仁家属 拜托我们写公文 请医院能不能打折 因为太贵了 一直打 打不完啊 没完没了 换好多钱啊 好 好